好的主播,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偏移车道,大力重装护栏,瞬间烟尘弥漫 我真的吓到,我真的吓到,Oh my God 事发在五日晚间10点多,在台74线道路往东方向18公里处,坦子交流道前 一辆黑色轿车原本行驶在中线车道,突然发生偏移,撞上内侧护栏 随后车子被甩到外侧车道上,停了下来 可以看到这辆轿车是180度乌龟翻载道路旁,车身损毁凹陷严重 车旁一名打电话的男子疑似是这辆轿车的驾驶,看起来没有大碍,还能自行走动 目前还不清楚叫车撞上护栏的具体原因,可能是由于酒驾或是疲劳驾驶 也不排除是刹车失灵等客观原因 至于详细的情况,还需要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理清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方彦迪,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,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,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,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,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